台股連三天慘率 周五更是開低走低 盤中最高來到14277點 沒想到後繼無力 中廠跌幅超過1% 收在14118點 創7月12號 國安基金宣布 進場以來的新低點 升息本身 當然就會帶來 幾個比較嚴重的狀況 第一個包含了 企業成本的提高 第二個包含民眾消費 消費意願的低落 升息讓投資人 對企業獲利產生動搖 連帶影響股價 加上外資出逃 連三天賣超台股 賣壓席捲電子類股 台積電週五 收在455元 創兩個月來新低 跌幅超過2% 聯發科也難低賣壓 以580元作收 卸下兩年來低點 通膨還是很危急的情況下 國安基金現在就大幅度出手 就不是一個明智之舉 所以現在應該是 做一個少量的承接 那以防就是在11月初那個時候 前後如果又有比較大的一個回檔的時候 再來做一個更有效率的出手 儘管國安基金陸續互盤 但面臨美國升息態度強硬 目前還看不到盡頭 連帶影響臺灣央行李監事會 年底再升息的機率 國安基金布局就台股 也得保留實力 但升息風暴不只壟斷股市 就連會市也受到牽連 美元獨強亞幣紛紛被打趴 美元對新台幣週五貶值4.9分 衝破31.6元 只要美國升息腳步不停歇 不止短期下股市受拖累 長期下利差被擴大 熱情外流 台幣恐怕難晚退市 進行問吳雅廷徐衛城採訪報導